近年来市府积极的辅导在地老店转型或是商品再造 除了可以提高店家市场竞争力外 还带动地方更多商家迈向永续经营 让桃园的特色商家有更好的发展 经济部商业师也会针对优良老店来进行评选 有在营业而且当初有做工商登记 有60年才能够成为经济的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在评比项目里面 其实一般的评比项目大家都可以想象 譬如说生意要好 品质要好 顾客要好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他在社会责任上面的承担 获奖店家会货班金牌老店贬额来肯定店家 市长张胜正前往获奖店家这阵贬额提到 希望获奖商家有两个经营模式能够发挥释放作用 一起带动桃园在地特色 我们对于中立我们桃园中立这边 有这么杰出的这种微型的企业非常的高兴 我们对于微型企业其实有一些补助方案 比如说经济部在办商展的时候 我们会补贴他经费 让他去参加全国新的商展 桃园的特色能够更张显更带出去 老店必须背负着传统字号 还要因应时代流行来创新改变 过程相当不易 但在他们的努力下 也让桃园更多在地特色让人看见 记得林卫峰 中立成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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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